清晨六點田財剛亮 屏東大鵬灣風景區上空 飛過一架C13棟運輸機 接著打開艙門 航特部教官組 從一千兩百五十英尺高空 執行跳傘訓練 一朵朵散化在空中綻放 每一位可不是菜筆吧 都是教官級 不管風力再強 照樣迅速保持平穩 筆直落入水面 立刻脫離傘距 只見起小小水花 周圍快頂趕緊來接引 我今天早上是四點半 就已經過來了 教官組的跳的速度很快 表示他們平常訓練的 非常的確實 過去都沒看過 非常特別 海上跳傘 吸引軍事民摸黑就出門來朝聖 這回海上傘訓 受到颱風影響延後兩星期 十四號教官組12人 十六號學員組18人 這也是大鵬灣首次作為 海上跳傘訓練場地 為後指我們特上官兵 適應特種複雜地情 實施水面跳傘的訓練 風力太強 直到前一天晚上 才確定執行跳傘 航頭部也表示 為了精進部分官兵 進行鐵漢傘 特種跳傘訓練 增強國軍打擊滲透能力 記得劉勢之王 舒黃 A3家主評論報導 我是王毅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